大家好,我是肾病医院的护士杜云 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关于糖尿病肾病患者的饮食原则 糖尿病病人应根据病情随时调整,灵活掌握 销售病人可适当放宽,保证总热量 肥胖病人严格地控制饮食 科学合理地安排好主食、衣服食 因为腐蚀当中的脂肪进入体内也一样会转化成糖 成为血糖的来源 糖尿病病人饮食应科学合理,不可太过与不及 不可随意地限制,应根据病情、体重、身高严格地控制总热量 应算出来每一个饮食当中的卡路里 算出自己每天的总量,控制合理饮食分配 血糖糖尿病病人限制糖的同时,也同样限制盐的摄入量 每天应保湿在三克以下 血糖控制稳定的病人可使用含糖量较低的水果 例如苹果、梨、橙子、草莓 但不易时宜过多 糖尿病患者水量不但不限制,还应多饮水 因为患者血糖处于高的状态下时,会刺激下胸脑的可感神经 而导致口渴 饮水后可使血浆的渗透压下降,或者恢复正常,起到降糖的作用 饮食的目的是有效地控制血糖、血脂、血压 并维持合理的体重,养成定时定量的饮食习惯 今天和大家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如有疑问的话,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谢谢大家